死亡人数今天11个 昨天是6个 那这个如果继续增加呢 民众会恐慌嘛 对不对 还有确诊人数如果一直压不下来呢 然后三级警戒一直不能够停止呢 那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生活啊 比如说很多人就没有收入了嘛 我觉得小英今天有一个 他其中有一段事实上是在骂苏贞昌 说书棍药又快又急啊 他就表示说苏贞昌 你到底在干嘛啊 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 他知道纾困这个部分一定会出事 如果不赶快出 我跟你讲我很多朋友啊 事实上到了大概下个礼拜 到六月初就没有钱了啦 因为人家是现金账的生意嘛 或者是打零工的生意嘛 或者是比如说你说那个科B 把那个查译馆172人家关了 那很多人是单亲妈妈嘛 他只要被迫南下来去讨生活嘛 没错啊 这种人非常多啦 我跟你讲 所以我说到了一定的程度 大概六月初啦 这种现象就会开始出现了 你到时候就会 他没有办法他没有钱嘛 你怎么办呢 对啊 那你有办法这么快发钱给人家吗 美国那个stimulus是 你只要多少所得以下 一律全发耶 都发支票啦 美国是这样搞的 发了几批啦 两批还是自首的 两批啦 对不对 就是说 连外国人都可以拿到 是 因为你也住在那里啊 怕你出事嘛 他怕有治安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赌到八月 而且坦白说 你现在 有把握到手了也只有一千万剂 奇怪你怎么赌那么大啊 我这辈子常常赌博也没赌那么大 你手上到八月底是有一千万剂 一千万剂 他是说韩国产疫苗啊 就包括那个国产疫苗 那个八月底就已经包括了 对啊 他就只能把他都包包算进去了 不管嘛 他就是可能就要想要让你打嘛 可是一千万剂是绝对不够的 因为我们光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 就有三百六十万人 三百六十万人 你就把他扣除嘛 那我们还有什么国军啊 警察啊 有医护人员一大堆啦 你把他喊不拢拢这 我这种人算第十类 五十五到六十五岁 你知道吧 我们这群来 我们这群来不定打得到 你知道吗 我说你如果是只有一千万剂的话 那你怎么敢赌那么大啊 现在是五月二十六号 你到八月底还有两个多月 是 你怎么赌那么大 那万一你控制不住怎么办 是 而且王医师 是不是打了以后 好像也要再等 大概是不是要一两个月 你才会有保护力 也不是说一打就立刻有保护力 一两个礼拜就有了 一两个礼拜就有了保护力 他这个要等 要打到第二季的 主要就是因为他一季反应 二季着床 让他那个反应持久而已 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越快越好 那否则的话真的会就像柯P讲的 等到八月 哎呦不要死伤惨重才好啊 来不及啊 太慢了 你拖太久了 真的很多店家各行各业等不及啊 会冲击到什么 经济啊 我会饿死 餐饮业现在是重灾区 所以急要纾困 但是呢 真的你太慢了 连纾困也慢吗 今天呢 当然看到专家杨智良署长他就说 现在大家我们知道都是三级嘛 延长了嘛 三级要降到二级的话 恐怕最少要等到明年 现在没办法佳玲啊 还说佳玲嫁人了 前疾管署长苏毅仁也说 如果真要解除三级警戒 应该在确诊人数降到二位数 而且疫苗接种率要达到三成再说 这是从防疫的角度来看 可是呢你又要顾及到经济面 这该怎么办 如果就防疫面 来我请教一下王医师 到底现在我们要秩序 这样子的三级会弄到多久 我们的三级是假的 所以要停随时都可以停 要随时随时都可以停 所以说他们当初会讲到说 5月28号要停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他们也了解 5月28号是在最高峰的时候 你怎么会看得出你要停呢 我们知道这个三级啊 就是等于我们的封城的意思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在封吗 没有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封了 这是个政治动作而已 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他们会在什么时候 会在可能这个疫情啊 现在不是都300充吗 可以掉了20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把他停掉了 就这样子 因为这个对经济的冲击 虽然它在防疫上面不咋滴啊 但是他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经济可咋滴了 老百姓生活可咋滴了 所以他们这个东西 他们会用政治方法去解决 所以不是现在不是那个 不是有谁讲了吗 说什么到六月底可以停掉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可以哦 这些好像是中金院的看法 对中金院的 一点都无意外 可以的 这个是个政治解决 否则的话像书一仁局长讲的说 要降到两位数 什么两位数 真的封城是封到你降到零啊 要在推进时期才可以停的 一位数以上还正在几个 拌命残降的时候 那才可以停啊 否则这个一松掉 立马就出来了 所以他现在准备要跟这个病毒 长期共存的意思了 到底什么时候 难道说到六月中 还要再继续延长这个风的时间吗 真的不行哦 会受不了 不过我也补充一下 刚刚讲到的是台经院院长 他的看法 认为这波应该是到六月底 六月底有机会 大家可以先松一口气 台经院院不是防疫专家 不知道啊 但是人家是从经济面来看 我跟你讲 那个书役人刚刚讲 那个接种率三成 三成是七百二十万人 我们到六月底 疫苗才两百万剂 所以根本不可能做到嘛 是啊 但话还是要先讲嘛 不是 可是他那个防疫的一个说法 就表示我们六月底做不到嘛 是 因为三成是七百二十万人嘛 所以怎么样 我们就自求多福 口罩戴好 就只能先讲 然后呢 你看哦 还要拜托保佑这个上班的担心 不要确诊 不要有任何一个人确诊 因为 你看哦 中和有科技公司的员工说 公司不但没有分流上班 还说如果有员工确诊 会受惩处 甚至会取消年终奖金啊 你说怕不怕 当然很怕啊 还有老板决定要资遣全公司的员工啦 但现在老板自己也在苦撑啊 科技公司还有追踪数据 说三级警戒第一周全台餐饮业 营业额已经大幅度的衰退 74%了 然后呢 这个餐饮业有苦撑什么样 延长外卖到凌晨哦 看到了吗 今天开始外卖平台 因为本来都是在做这个内用嘛 现在也要做外卖 卖到凌晨五点 凌晨五点 你没看错 就是到凌晨五点 要钱不要命 舍命陪君子 要吃宵夜的朋友 点下去 由我亲自为你服务 哇 累不累 辛苦啊 賴老师 因为很多人都要跑路了 因为经济确实是走不下去 但是问题就在于 疫情也控制不了 是 那如果以刚刚台经验的建议 我觉得台湾就走向英国的路了 也就是反反复复了 这样的情形也不是半年可以结束了 那就是一年以后 英国到后来能够解决 还是因为靠疫苗 美国很多大城市能够解决 最后还是靠疫苗 那台湾的疫苗 自己又没有生产能力 没有临床的疫苗就是不能打 坦白讲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根本不要打台湾的疫苗 你没有临床就是不能打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就是只能够等疫苗 大陆的疫苗你也不买 上海复兴代理的德国疫苗 你也不要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只能一直期待 美国卖给你疫苗 那这样的话 问题就在于 美国的 把你台湾摆在什么地方 也不会把你摆在前面的地方 你把整个国家的经济 整个人民的幸福 整个人民的生存 全部寄托在一个美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太大的风险 因为一个执政者 绝对是不能够这样做的 但是很明显的 选择走了这条路 我们当然希望说它回头是岸 所以我们只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要疫苗 不管它来自哪里